RW霞和老干爹打到了巅峰对决 还是RW霞更胜一筹 KPL自己的大飞还是太能打了 无双对位也打爆了赤辰 赤辰赛后在更衣室痛哭非常难受 这次的巅峰对决 两边除了公孙黎之外完全不一样 RW霞是朵莉亚加杨远环的双大组合 老干爹这边则是大桥体系 打野位置的进攻性也更强一些 RW霞的阵容选择和上次打狼队是完全不一样 看来最近是加烈了一套 开局仅仅两分钟 两边的打野就在河道相遇 杨玉环交出了大招 但是只有一个大 在蒙田和大四命的包夹之下 交出了医学 因为是败者组的比赛 又是巅峰对决 两边打得都格外谨慎 很久都没有出节奏 一直到了11分钟暴君团战 无双的杨玉环抢到了龙 Fly闪现进场追着老干爹射斧打 无双也跟上大招 一波一换三 RW霞瞬间建立了很大的优势 15分钟双方依旧围绕暴君开启团战 又是无双抢到了龙 这一波两边的对抗路都在C Fly绕后切掉了小九 并且一直追击收掉了邵思源 而小洛的蒙田也是闪现 切死了花云 射手全倒的情况下 Fly还是站到了最后 小洛面对杨玉环和朵莉亚 却顶不住了 此后RW霞一直在老干爹泉水前保持压制 赤城的大肆命被真鸡冻住 想要坐圈 但是已经顶不住RW霞的伤害了 随着赤城倒下 小洛的输出装蒙田也顶不住RW霞的火力 上野先后被击杀的老干爹无力回天 3比4输给RW霞 下一轮RW将要面对AG和狼队的败者 而Fly和无双都希望继续狼队完成复仇 RW霞的获胜应该很多人都猜到了 只不过没有太多人想到能打巅峰对决 某鱼的预测活动中已经淘汰了28%的玩家 如果有猜错的 在11月6号之前都可以通过邀请好友的方式复活 整个活动期间只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RW霞虽然打了两次巅峰对决 但阵容完全不一样 也不用担心暴露体系 下一次如果又颠了 说不定还有新的阵容